綠營的黃傑 非常支持管碧玲主委 把這個報告的題目改為取締 但許曉昕就說 沒有站在立法院的職權上 未明發聲 反過來 成為政府的橡皮圖章 複製貼上蓋下去嗎 黃耀明是認為 管碧玲此舉是無謂的抗爭 因為立法院議程 也輪不到行政部門來干涉 管碧玲態度失當 等於把手伸進立法院 當然不只把手伸進立法院 剛剛董哥都說了 他要前進的是南臺灣的高雄 亮哥 吳思堯那個就是胡說八道 那個是韓國瑜改的 不是行政院哪個部會改的 行政院哪個部會誰敢改啊 我當實聯曆我從未見過 部長給他改標題 對啊 那管碧玲這樣子 而且我跟你講他如果真的希望改 他會私下打電話給你 對 說高經委員啊 我們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 他不是啊 他直接貼臉書耶 他擺明就是要跟你對槓 先斬後揍 他沒有要揍 他沒有要揍 當然主持就是臺灣政府 那高經那個主題就是兩岸的船嘛 對 所以高經顯然就是想要探查事實真相 所以才會擬那個標題 那管碧玲是直接就說 我是臺灣政府取締 那這個事情我來做報告 所以他先強調他有管轄權嘛 我覺得民進黨已經 確定他的訴求了啦 就是這個議題他就是要訴求 中國要趁這個機會沒收臺灣的主權啊 表面上是驚嚇海域的執法線 可是他就直接把他等同為主權啊 那明天你幾乎可以想像 那個開會的狀況 民進黨委員一定批評登記 說他要做會議質詢 那要討論那個更改名稱的問題 然後上去發言通通都在講 你們都幫中國講話 就是要把他搞成 臺灣與中國派的對決啦 然後通通都用會議質詢 讓你根本進不了主題啦 除非高金啊 比如說他當這個趙偉主席啊 他當天下一個霹靂命令啊 我真的建議高金這樣做啦 我們會議質詢限制 只讓六個人發言 他要限制人數啦 不然我跟你講民進黨一定一直給你搞這個啊 因為他就是不要讓這個專案報告可以進行嘛 那如果真的高金做了這個事啦 比如說限制會議質詢的人數 我跟你講高金如果做這個指示啊 搞不好民進黨還在那邊跟你吵 說你沒有權力 說你不能限制會議質詢人數 然後他就為主席台 現場就鬧成一團 那你不要忘記內政委員會有一個超級會作秀的立委叫做黃傑 對啊 欸 才出來蹭欸 我覺得很好啊 所以我也特別提醒那個 內政委員會國民黨的張志倫跟牛許婷啊 小心啊 不然立刻被指控信燒這樣 那天一定會有推擊嘛 一定會假動嘛 而且我跟你講啦 據我了解 不是只有那個委員會假動嘛 是全部假動嘛 所以其他的委員會 發完言請你到內政資源 民進黨都這樣搞的啦 所以我跟你講啦 各委員會的人都會來 尤其是比較在電視上常作秀 比如說王定宇 王定宇一定來的啦 所以就是說明天應該討論不了主題了 又要看民進黨在作秀 可是這個就是考驗高金啦 高金就說你不要給我走 我下午還是要開 所以這個專案報告我下午還要 我要整個開完 對 今天沒有開到一個什麼內容 因為他可以不斷的 他是主席啊 他可以不斷延會啊 我要給你開到晚上也可以啊 大家都來拼嘛 我記得以前好像都會開到半夜對不對 那個委員會很少開到半夜了 可是就是你不讓我搞 我就硬要搞你 所以坦白講這個是考驗國民黨 還有國民黨的那個同盟的戰力啦 對 那你絕對不能夠輸啦 所以啊 國民黨明天一定要下假洞啦 叫大家不要回選區啦 因為國民黨的人向來都這樣啦 質詢完了就回家了啦 我跟你保證民進黨不會離開 對 因為他認為這個是保證黨的地盤的 這是必須搏命演出的戰啦 對 因為就是你就看到明天他們就決定把訴求 把它搞成統獨大戰啦 那中國大陸當然知道嘛 中國大陸關注台灣的政治那麼久了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第16次協商就是不用協商了嘛 對啊 所以你說 難道 民進黨都直接讓管碧林這樣搞嗎 我認為搞不好就是國安會的決定 所以你不要以為是管碧林一個人在玩啊 對 我認為 你以為邱泰山不了解國會啊 他也當過立委啊 那你認為賴清德 那個蔡英文不知道國會啊 他們兩個都當過立法委員欸 所以我認為他們都是共 基本上都是共犯啊 就一群人定調 要趁這個機會把這個議題上綱成主權之爭啊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玩啊 當然這個就是 非讓立將軍生氣是很有道理 小董更有權力這樣問 你把我們金門老百姓當作什麼 對 你把漁民當作什麼 你把那邊駐軍三千人當作什麼 你讓大家都陷入困局欸 我跟你講 民進黨就是不在乎 對 因為金門盲族他們一輩子都選不上 他們就是不在乎 而且他們也認定 金夏本來就是一家人 所以中國大陸不會打金門 哦 那了不起就是沒收海域 沒收海域民進黨本來就無能為力阻止啊 對 所以我乾脆鬧大 變成統獨大戰 而且他也料定這個時候大陸在開兩會了 美國不會出手嗎 不是嘛 時間還沒到 等兩會開完 我跟你講啊 民進黨就是認為鬧得不夠大 美國不會出手啦 我跟你講你不要用正常人的角度去思考他啦 你要從政黨鬥爭的角度去思考他 還有兩岸鬥爭的角度去思考他 我事實上在其他節目我也講過 說這個叫做破碗破摔理論 破碗破摔策略 就賴清德他知道他520舊子眼說不可能改到讓大陸滿意嘛 對 因為他就是台獨嘛 他一站出來大陸就不滿意 他沒有空間啦 所以他認為貿易制裁 路客不來 路深不來 早晚的事 這個是早晚的事嘛 所以他不如就趁今年 他們認為今年是空窗期 做他自己 是機會之窗 因為他們認為今年美國要大選 希望兩岸都先不要有太大的變動 維持現狀 盡量維持現狀 可是有效期就只到11月的第二個禮拜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Fulfill NPC D 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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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